Branie的机会来了 先喝一口美酒庆祝胜利啊 这手牌Branie应该是可以拿到double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接着来看这手牌 Nikarbo一对7 还在位加注到了2500 这张牌桌的额度也提高了 目前是100 200加400 还有200的大忙VNT 老爷子入池 A勾选择跟注 而Branie拿到一对圈 300到了12500刀 好家伙 这个摄像机机位啊 这是开美牙了吗 这么亮啊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今晚Branie发挥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并没有被抓到过任何偷鸡啊 或者是拿一些烂牌入池的情况 Nikarbo在考虑啊 对手可能是有一手好牌 能看得出来啊 Branie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呢 从眼神能感觉到啊 他对自己的牌 也不是说非常的有信心 眼神里略带着交集啊 希望对手赶紧做出选择 不过两个对手的选择呢 还是让他满意的 Branie圈圈 直接收下了底池 再来看这一手牌 Andy A8黑桃 瑞斯到1000 Branie圈是跟住 皮特老板装位啊 A4方块做了挤压 这牌打得是不是有点快啊 300之后呢 查尔斯拿着K圈 再抓位推出400 紧跟着 皮特想都没想啊 A4方块直接推了 查尔斯没有着急盖牌 他知道皮特老板 起手的范围是非常的宽的 推出这个5败呢 说不定的牌啊 还没有自己的好 这么看来 查尔斯啊 还是对自己的牌 有正确的认知啊 那这真的就是 要纯赌运气啊 Gamble一下 K圈对上A4方块 4-6开的胜算啊 确实啊 说实话 K圈去接一个Oin 真的可不是明智之举啊 就是啊 圈K怎么call的下来啊 皮特老板都知道 套池了 我套池了 套池了 拿套池了 有套池吗 主要没看清 查尔斯那个四败到底是多少 那么两次发牌 第一次发牌 所有人的牌啊 全部躲开 这样的话 皮特平借着一张A还取胜 第二次啊 一张四 皮特中盾 不过并不影响查尔斯 凭借着这张K来反超 好 那么结局还是 大家都能接受的 平分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老爷子K十黑桃 做的家住 被马拉脑用一顿酒给推了回来 今天晚上 感觉大家对底池的争夺啊 非常的激烈 哎 果然还得是 high stakes 才好看呢 老爷子K十黑刀盖掉 而查尔斯这边 一对八 哦 他推了 麻烦了 如果这手牌 马拉脑真的接下来的话 那查尔斯就危险了呀 口袋对子被压制 是非常致命的 这个底池有可能要上十万了 马拉脑已经花了一万两千刀 还需要跟住四万六千刀啊 经过思考 马拉脑最终跟了下来 没有让查尔斯的轨迹得逞啊 对子被压制啊 真的很痛 十一万九千刀的坡 两次发牌 查尔斯想赢 真的需要一点点运气 哦 翻牌有八 不过没关系 还没有结束 虽然被反超了 但是 这个牌面呢 给到马拉脑一个卡十的顺子听牌 哎呀 还是一张八 查尔斯命中四条 但是两张八都发了出来 第二次发牌 查尔斯凭借什么取胜呢 好 第二次发牌有九 而转牌的一张七 给到查尔斯四张六到四 不过最终呢 合牌一张黑桃五 有惊无险 最终两人还是平分了这十二万 没关系啊 没分出胜负来啊 但是火药味既然这么足啊 早晚会分胜负的 接着来看这手牌 安蒂A10加注到2400 Brandy拿到了AK 300到了8400刀 这足够劝退 大部分牌型了 而安蒂最终还是在位置劣势的情况下 选择了跟住啊 翻牌二钩六两张红桃 两人没能够中牌 而转牌的一张 Ace 也是让安蒂陷入了麻烦 Brandy看到这张Ace啊 直接打出了一万 两张红桃 两张方块的牌面 安蒂这顶对肯定是要跟的 盒牌只要躲开红桃和方块 安蒂大概率还是要再制服 Brandy一条街的价值 跟住 来看盒牌 既然是一张十啊 安蒂做成了两对 不过安蒂选择了过牌 而Brandy看到第三张红桃啊 他没有打 Brandy真的是有变强 虽然是一手bad beat 不过不用可惜啊 你已经处理的非常好了 来看这一手牌 Brandy拿到了AK加注到2000 而Peter老板拿到了一手A钩 Brandy的机会来了 先喝一口美酒庆祝胜利啊 这手牌Brandy应该是可以拿到double了 Peter老板300到了6000 Brandy只需要推出一个400 自败然后呢 收获一个大底池啊 跟我想的一样 别亮牌啊 干嘛给Peter看一张K啊 Peter一看美女有K啊 赶紧说哎发两次发两次 AK压制A钩发一次他不香吗 Flop一张K啊 他上一张A 盒牌 哎呀 我就说吗 美女还是太实在了 第二次发牌 第二次发牌 别有勾 别有勾 哎 你看 我说什么了 让对手先亮牌 对吧 对手亮牌之后呢 你来选择是发一次还是发两次 既然压制了对手 发一次就好了嘛 可惜了 乖你这么好的牌 没能够拿到价值 再来看这一手牌 Charles拿到了一对K啊 在抓位3B到了5000 马软呢 圈钩选择了跟住 而尼卡尔布这边 九钩草花想了想啊 最终是盖掉了 并没有打算进持 去碰碰运气 而翻牌呢两张九 这要不要说他盖早了呢 也不一定啊 马软呢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外加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 而Charles呢仍旧是超对 翻后Charles下注5000 这牌马软呢肯定是 要跟下去了 哎呦 转牌一张K 牌竟然能这样发呀 Charles在turn上拿到了葫芦 瞬间变成了一手超级大牌 而马软呢 也凭借着这张K 做成了顺子 刚还说 尼卡尔布的一张九走了有点可惜 现在来看一张九竟然是落后的 直接落后两个人 Charles过牌慢打 马软呢直接干出一个满池 不得不说这是个攻对面啊 打一个满池还是有点太重了 现在就加注吗 不着急吧 现在加注显得牌力太强了 跟住合牌再打就好 抵持6万5000 而这手牌远远没有结束啊 Charles后手还有9万多 看看这个抵持啊会不会做到多大 最终合牌呢是一张黑桃8 或许这张黑桃呢能给马软能省点钱啊 排面有攻对不说 还有三张黑桃在 而Charles呢继续选择了过牌 这个过牌相当的阴险啊 在马软能看来啊 或许Charles可能恰好有一张K啊 这才支撑他在天上选择跟住 那如果考虑到对手有K啊 马软能可能还会再打价值 6万5的坡 马软能打出了大概3万5000啊 几秒之后 他即将会对自己的下注啊 而感到后悔 听到这个欧运啊 马软能也是作了作牙花子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啊 自己是中了对手的拳套了 这还给到了小黑胖子一个镜头啊 小黑胖子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他应该再庆幸自己没有入池 因为三张九面对一个Race和一个欧运啊 大概率是不够用的 经过一个漫长的思考 马软能心里啊 可能已经有答案了 底时19万 他只需要跟住这最后的5万 即将落下的筹码 诶 老人为什么 在摇头啊 老人应该是不知道查尔斯的牌的 不过马软能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